哈啰,大家好,我是博弈 赞团课跟大家介绍一个好用的工具 叫做Air 那大家在开发过云的时候 一定很常遇到需要编译 编译完成之后再执行 才可以看到这个专案的结果 那这个过程呢 我们又要重复下了好多次Command 9 那这时候呢 我们来介绍一个Air这个工具 让你在开发的时候 写完存完档案之后呢 它的你的Background 就自动帮你编译完这个新的办案档 并且自动执行 节省你开发上面很多时间 所以呢 今天介绍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工具 叫做Live Ludo的工具 叫做Air 好,底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们在一个够远的开发玩具 怎么样导入这个Air相关的流程 好,首先我们来打开一下VS Code 好,VS Code我们打开之后呢 我们很简单的 有一个很非常简单的Sample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工具该怎么使用 好,首先呢 我们通常我们会在中央底下 有一个叫做Man.go 那我们今天就写一个很简单的HTTP的Server 那HTTP的Server写完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我们会去进行编译嘛 那编译的方式有几种方式的啊 可能大家比较常用的会是用下 go run man.go 好 那等一下 go run man.go 然后当我们执行完这个go runman.go的指定之后呢 接下来他就去跑这个man.go的所有的内容嘛 那这个内容呢 我们看到说我们现在就是一个 启动一个Server在8080Port上面去 那接下来如果假设我们需要去改动里面的HTTP Handler 那我们改完之后呢 我们肯定是要按下Ctrl-C Ctrl-C完成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再重新编译或是重新下go runman.go 那这个动作呢 其实非常繁琐 你每改一次 我要看结果的话 我要再重新再下Ctrl-C 以及再重新执行一次指定 那动作非常的繁琐 而且我们在一天一整天开发下 有可能会执行好多次 所以来介绍一个叫做Air这个工具给大家使用 那Air这个工具怎么安装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就直接下go install go install go install 这个repost story 那这个repost story 那这个repost story 你底下就会看到一个Air的command Air的command 下下Air-v 那我们看到说现在最新版本是1.49.0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把这个command 给结合到这个go的中央里面很容易 那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我们自己本身的开发模式 假设你的开发是像我这样子 我都个人的习惯喜欢写一个makefile 那这个makefile很简单 我们会有一个build的指令 这个build的指令就是专门把你的这个bio 给bio印在这个bin底下 会有一个执行档 这执行档名称叫做web 好我们简单来试一下 我们下个make 我们下个make 我们下个make之后呢 其实它就编译成一个bio 这个bio印的档 这个bio印的档 其实是放在这个bin folder里下一个web 那我们就执行这个bin web 就可以看到刚刚我们一样下go go 然后conc run man.go 一样的结果 那我们按下Ctrl C 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 怎么把这个bin呢 给结合到我们的整个开发论论里面 很简单 我们在makefile里面呢 增加了几行字 其实就可以了 首先呢第一个是我们只要下一个Air 这个Command 这AirCommand 我们就跟他讲说我们这个Build的Command 到底是什么 好首先我们直接是下makeBuild 好下完makeBuild之后呢 你会看到我们在bin folder 产生一个web这个执行档 那接下来我们就指定一个-build bin的这个指令 这个arguments 那这个arguments呢 基本上就接我们这个binary 档的路径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很高兴 看到我们可以看到指定 bin-web这个指令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测试一下说 这个指令到底怎么用 我们直接下makeDev 好下个makeDev之后呢 你会看到他会首先给你秀一下 这个Air现在的版本 然后以及说他就开始执行变异 就是这个Build的Command 9 他就会去侦测makeBuild 先下第一次之后呢 我们直接再把这个Build 点并的这个路径呢 给直接执行起来 所以你会看到说我们现在 server就弄在8080paw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改呢 很简单 我们就打开我们的main.go 那我们就执行一下 我们现在的要改的指令 那这边有个FUBA嘛 那我们直接把这个复制 然后呢 一样是贴上 贴上之后我们就按下command s 按下command s呢 你会看到下面他就 震测到 我这个main.go 已经被changed 那changed之后 他会再重新编译一次 那我们就实行GoBuild的指令 执行完之后呢 我们在执行 我们直接再把它run起来之后呢 他还看到说 我给你讲说 我的HTB 有MultiBorder 你去选的FUBA 那就是我们把这个FUBA 给改一下 改成2 再重新存档之后呢 接下来就再重新编译 是在执行 那可以正常去启动这个HTB 的Server 好这就是这个很简单的 一个Air的Command 让你去快速的去执行你后续的 MacBuild 以及执行你的command line 执行你的办理档 让你可以正常的在logo 端一直在8080paw上面去 假设你未来做了很多个档案的变动 重新存档的时候呢 他就会再重新编译 其实可以省下 你在开发流程上面 有很多的时间 不足去做一些重复 鲁听信相关的工作 所以这个工具呢 就是今天可以先介绍给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 帮我个点赞一下 那接下来呢 当然你可能想说 诶那我这个指定就 这个一样的功能 可以去实现而已嘛 没有 我们先按个Command C Ctrl C 我们现在Ctrl C 它就直接结束嘛 结束之后我们看一下 Air 我们直接下Air 打Init Init 那这时候呢 可以看到说 它在你的这个folder 里下会产生一个.air的这个档案 .air这个设定栏呢 你可以把它打开 打开看一下 它其实就是刚刚 我把很多东西都简化成一个 Comband Line嘛 所以你会看到说 它其实可以设定的东西很多 包含你的root是 放在哪里 好你的temp的DR是在哪边 还有你的build的Comband Line 你要用什么 比如说你的bin folder bin的档案放在哪里 还有你要执行编译的Comband Line 在哪里 那delay多久 这边有很多详细的生意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比如说你的PickComband Line 要做什么事情 PostComband Line 要做什么事情 都可以去做设定 所以接下来你可以去实际上看这个档案的内容 去做设计 设计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make file 就写的很简单 如果假设你的当专案的专案很单纯的话 其实就下这个指令器 就很够用了 就是make build 加上 加上一个bin 这个指令档的 的Comband Line 其实这样基本上就完成了 好 那把这个工具介绍给大家 希望大家在开发过云的上面呢 能更快速的去完成你的任务 这样子好 谢谢大家